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講講,很多時在美西方的雙重標準背後,其實就是想要顛覆中國的政權 另外正當華為聲稱他連5納米的芯片都生產不到的時候,外媒就爆料說華為正讓3納米的芯片挺進 美國在2019年,特朗普當總統的年代將華為列入貿易黑名單,但在阿爺支持之下,華為正在不斷突圍 他昨年推出的美60手機已經用到各產的7納米芯片,華為實務董事張平安近日說,他們的半導體技術 如果能夠達到7納米,將會是非常理想的狀態,他說我們肯定不會得到3納米,也肯定不會得到5納米芯片 我們能夠解決7納米芯片的問題已經非常非常好了,他說中國創生的方向就必須依托我們的處理器能力方面 我們的上升方向不能夠單是在處理器的先進製程工藝上,並不厭詐 華為真的不能夠生產5納米,甚至3納米芯片? 根據美國科技網站Thoms Hardware的報導,華為先進製程芯片上步步推進 起仍二三年十月,推出令市場震驚的美60手機就搭載了中芯的7納米芯片 今年三月已經傳出要向3納米進發,華為和合作夥伴中芯國際日前送交 明為自對準多重圖案化芯片專利,外界猜測是用來做5納米吸製程的芯片 不過上述美媒說,華為和中芯國際可以用深紫外光微影光刻機和多重圖案化 不單是生產5納米芯片,還向生產3納米芯片突破 報導說,與華為合作的中國國家支持的芯片製造設備開發商新海來 亦獲得多重圖案化的技術專利 亦證實了中芯國際將這個技術用於未來的芯片製程 什麼是自對準多重圖案化技術呢?其實就是自對準四重圖案化 多重圖案化是一種克服芯片製造過程,光刻限制的技術 如果是單次曝光,193納米波長光刻,起40納米半折拒處已經達到莫里的極限 但多重圖案化就令到芯片製造商能夠對20納米以下的半導體進行成像 試用顧問公司TechInsight說,雖然多重圖案化技術可以用中國製造商 生產5納米的芯片,但至關重要的是光刻機 產業專家說,從未想過在3納米這個字點上面 用多重圖案化技術來生產芯片 來到中芯國際,受美國限制不能夠買到ASML的極紫外光刻機 即是EUV光刻機,只有深紫外光刻機即是DUV光刻機 因此,只能夠另一匹系徑用深紫外光刻機以多重圖案化 來實現3納米這個目標 儘管多重圖案化有優勢,但也有相當多的挑戰 專家說,應對於先前,為了避免依賴最先進大昂貴的光刻機 在2019至2021年的第一代10納米製程上 也有做過同樣的試驗,但最後宣告失敗,主要起良率的問題 只有大量芯片未達到要求,需要吊棄 但對中芯國際來說,多重圖案化技術的進步是必要的 從而能夠生產更複雜更先進的芯片 包括用於手機這些消費設備的下一代海斯麒麟處理器 以及用於人工智能視乎器的升騰處理器 美媒說,以成本來計,多重圖案化生產的5納米或3納米芯片 單國的成本一定更高,所以雙用設備用這些芯片的可能性降低 但這個技術除了幫助中國半導體進步之外 也會對超級電腦等應用和潛在軍事武器的發展也相當重要 可以這樣總結,第一,華為一方面表示不能夠生產7納米以下的芯片 原來暗渡陳倉正在為生產3納米芯片而努力 第二,我們相信中國公司以多重圖案化技術可以生產出3納米的芯片 即使良率少低,成本少高,也有商業發展空間 第三,因為中國買不到的極紫外光機其實也極其昂貴 每部大約1.5億美元 現在蘋果也表示不一定要追求很貴的最先進的2納米製程芯片 而中國另一邊是經以多重圖案化技術生產3納米芯片 只需要一邊量產一邊改進技術,最後成本也會拉下來 第三,文說整個中心團隊是轉移到華為上班,由華為直接指揮 所以不要小看華為的突破能力 另外講講香港法院判處14個35家顛覆案的被告罪名成立之後 西方就出批評,盧盟質疑這是政治起訴會影響香港的開放多元 前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漢就說,案件改變了香港的本質 我很奇怪西方人士這麼關心香港的人權自由 甚至為31個自己已經認罪的香港被告發聲 但是為什麼他們不關心在加沙地帶死了的36,000人呢? 當中包括近半是兒童 即使看西方的邏輯,難道死亡不是被坐牢嚴重嗎? 西方的雙重標準表露無謂 可以再舉兩件事以說明之 第一,英國嚴苛的國安法 現場暗行批評的是香港23條立法的相關案件 但英國去年7月訂立的國安法比香港更嚴苛 就以最近涉及特區政府駐英經貿辦職員的案件為例 已經充滿體現了英國法律的嚴苛性 行政會成員本身也是資深大律師的湯家驊 也曾在社交媒體撰文說英國目須有的罪行防不升防 他分析這次指控涉及兩種行為 包括所謂監控在英國被特區政府通緝人士 以及以欺詐手段進入民居 涉及的是一個被追債叫做Monica的女人 湯家驊認為即使事件屬實 兩者表面上看起來也是普通的罪行 為何可以提升至國家安全的層面 以香港為例 警務人員是受到監控的 任何警員都受到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所監管 但條例並不適用於民間行為 換言之 聘請私家偵探監控他人的行蹤並不犯法 但英國就提升至觸犯國安法的層次 只要欺詐入屋 湯家驊說 充其量只是民事責任問題 連刑事罪行都不是更加旺論危害國家安全 湯家驊的結論是 在英國國安法之下 任何事務大小的違法行為 要加上外國勢力條件 就變成危害國家行為 在英國國安法之下 所有外國政府和任何政府體制內 由於官半職的人士及政黨都屬於外國勢力 那麼模糊和廣泛令人詐欺 遠比香港法例嚴峻 看完資深大帳湯家驊的分析 比較香港23條立法和英國國安法 為何見不到美國或歐盟 對英國動用國安法拘捕香港人士 作出任何批評呢? 順帶一提 英國的法例如此模糊廣泛 香港人都是少一點去為妙 特別是香港的公務員 資助機構人員 或任何公職人員 如果去英國買樓 更加要小心 會不會英國當你是外國勢力 將資產充公 英國是有充公俄斯富豪資產的善科 所以英國都是少去為妙 第二 美國在阿富汗培養的怪物 美國之前入侵阿富汗 推翻了塔利班政府 為了維持當地的治安 控制塔利班的反抗 原來培養出極其殘忍的怪物 其中一個就是阿富汗南部 坎大哈省的前警察局局長 阿卜杜勒拉齊克 那些曾經在阿富汗發生的殘忍事件 就連美國的紐約時報都看不過眼 做了專門的調查 起五月22日發表文章 講述坎大哈前警察局長 拉齊克的驚人事件 美國時報說 起美國聚事當中 拉齊克年輕、勇敢、富有魅力 曾經協助美軍擊退塔利班 但柳時經過一年調查之後 發覺坎大哈省有近2200宗疑似失蹤事件 懷疑是拉齊克大量拘捕被指支持塔利班的人士 用綁架、酷刑、法外殺戮 結束了這些人的生命 柳時在以前200個疑似失蹤的個案當中 追查了當中接近1000宗 直接證實了其中400宗失蹤案件的真實性 這些人至今全部下落不明 柳時認為這個數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拉齊克的殘忍暴行目前並未完全揭發 柳時指拉齊克受美國培訓領美國的身水 曾經跟拉齊克共事的美國特種部隊軍官 羅伯特、玉爾特、艾耶說 他們創造了拉齊克 美國在過去每場戰爭當中都做了相同的事 創造了他們,其後為這些事追悔 另一個曾經跟拉齊克共事的 美國國務院前官員亨利欣謝爾回憶說 他曾向拉齊克詢問一些是否侵犯人權的事 得到拉齊克肯定的答案 恩謝爾的評論說 我們當時會說 我希望不會因為聽到這件事而被捲入戰爭罪行 恩謝爾坦誠 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但認為我們別無選擇 結果拉齊克棄刑100年10月被暗殺死亡 阿富汗民眾高興不已 但美國會為誰被捲出拉齊克這個殺人魔頭 進行內部調查 將策劃培植拉齊克的美國官員成之於法嗎? 其他西方國家的政府會譴責美國的暴行嗎? 美西方會對香港的事情指指點點 但他自己的國安法律比香港更嚴苛 他們自己在其他國家策動的暴行令人發指 但這一切都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在西方的雙重標準背後有一個共同邏輯 他們對親美的政權做什麼都會視而不見 但他們對自己眼中不友好的政權 即使發生雞毛蒜皮的小事也會大做文章 針對香港就是這樣 在西方標準背後 美西方的焦點其實是想顛覆中國政權 因此拉齊克因為反對塔利班 即使綁架屠殺屬於千計的阿富汗人民 在美西方眼中仍然沒有罪 但香港法庭審訊被西方支持的反對派人士 就有罪了 因為這班人本來想顛覆中國政權 另外在西方的時夜快評 英國首相新米城作出豪道提前大選 但贏面極小 工黨的支持率現在領先保守黨27個百分點 英國媒體就說 反映出英國民眾對保守黨強烈不滿 歡迎訂戶去西方台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特別是盧社長和我有關中國的新聞時事分析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